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 酸盘也能当乐器 台湾国乐团打击演奏家张旭的酸盘回旋曲 以酸盘为乐器将在岁末年中请财神爷来尽宝招财 台湾国乐团将于12月28日在国家音乐厅举办一场以祈福为主题的音乐会 结合台湾传统文化、民间信仰以多媒体投影搭配说书人的导灵形式呈现 用音乐传达台湾民间敬天祈福的传统精神 也为即将到来的新年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音乐会由刘江斌担任指挥 以一位神指对应一首乐曲的方式 邀请竹倩北馆艺术团演出福禄寿仙新京榜开场讲述福禄寿仙下凡四福献保的情节 有民间祈福贺岁答谢平安的意涵 台湾音乐素描矫正笔耙冰炼玉拉穹愁 L吊宇顺北馆印象描绘妈祖绕近十万人空向的场景 陈宇荣的琵琶协奏曲文武双拳 当然是关公敲家大院招觉罗迪山罗兰朱坎六孤 鸾旅仙耍L欲略心景思K成眷鼠 压轴的印象国乐机固南瓜马鲁昌 C情感描绘观世音菩萨慈悲的护佑众生 这场堪称另类众神交响的音乐会 也邀请欧光勋教授以说书人的角色穿插期间进行导龄 让人赏音乐 看影像 也听故事 以算盘为乐器 搭配生动的表演 台湾国乐团把节演奏家张旭演绎算盘回 选取 传艺中心提供 指挥刘湘兵与台湾国乐团用音乐表现台湾在地的信仰文化 传艺中心提供 青年琵琶演奏家陈玉荣以文武双全 诠释关公中勇的形象 传艺中心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